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上周的剧情中我们看到了小五受伤 唐三因此对人面魔珠下了狠手 但是就算他如此憎恨这只人面魔珠 也还是选择放弃了他 继续选择那只万年的低血魔珠 我们能看到唐三正在吸收万年回环的镜头 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面部的一些改变 都能够看出唐三非常的辛苦 那布满黑金的脸,那绝望到同色都变了的眼 都让人看着相当心疼 虽然过程很不简单 但是让人值得庆幸的是结局总会是好的 唐三吸收万年魂环成功了 并且身材也变魁梧了 当然外在的变化都是表面的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魂环的实际能力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公布的第67集预告中看到的技能展示 首先,唐三这一次魂环是群体控制 能够在一瞬间就把对手全部求助 并且速度可以快到 就算是像院长和柳二龙这样的魂胜都来不及反应 其二是坚固程度 四十斤以下的魂师三圈内都无法打破蓝银草球龙 其三是蓝银草颜色的变化 不再是以前的蓝色 而是变成了主体黑色 外加红色的花纹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后天水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